这项议案旨在惩罚俄罗斯非异性恋者公开表达爱意 不过遭到议会一个委员会的驳回 这是俄罗斯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罕见的胜利 活动人士表示欢迎 不过他们说2013年提出的另一项反对鼓励未成年人非传统性关系的法案 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宣传法也应该废除 在推出同性恋宣传法之后 公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的仇视程度和排斥程度都极大地提高 桑德拉是莫斯科的一位变性人 他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殴打 有人用剃刀威胁他 可是警察却不愿意拘留攻击者 攻击者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他们对我说就是要打你这样的人 你是我们的耻辱 不要给我们丢脸 普京总统辩护说 这项法案并没有禁止同性恋 与此同时普京的宣传主管曾经说 在事故中丧生的同性恋者的心脏应该火化或者土埋 不应该捐献给器官移植 他称同性恋者不该活着 尽管环境恶劣一些同性恋活动人士拒绝保持沉默 我们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我们不会害怕地躲起来 这是我们的自卫手段 公开身份就是武器 活动人士说 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和变性人是替罪羊 被用来转移公众对俄罗斯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可是与此同时 很多俄罗斯同性恋者仍然不敢公开 美国之音 施瑞福 莫斯科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